NBA选秀大会 马克加索尔第二轮十八顺位作为保罗加索尔的弟弟,很明显选秀上的身体指标都不如自己的哥哥,并且技术开发的也很粗糙,但是被活人队选中然后送到回熊之后的小加索尔进步省速,每一年都在以大幅度提高,一度成为全明星首发球员,而现在也是稳坐首发,并且仍然能够在内线拥有很大的杀伤能力。 马鲁吉诺比利第二轮,二十七顺位,腰刀吉诺比利可以说是GDP里面最神经刀大,也是最大心脏的球员了,他总是可以在比赛时刻,有着其次妙想的传球,也能够在比赛关键时刻奉献绝杀球,并且甘愿接受替补这样的角色。 只为了能够赢球,一度在2004年,盖领埃根廷对赌登奥军冠军,实力强横至极,即使是邓肯也对于吉诺比利的能力散布绝口。 吉尔伯特阿里纳斯第二轮二顺位作为主名的接选手。 大将军阿里纳斯在01年的选秀大会上,显然不被人看好,在这个职业化的经济联盟,一切花里胡哨都不被重视。 而因此,阿里纳斯仅仅是第二轮31顺位才选中,但是之后的阿里纳斯可以说是极界辉煌,能够在比赛中和,可比对标得分并且不落下风。 同时赶下过60分,一度成为NBA首去一指的蒙面球星,托尼帕克第一轮28顺位,法国小跑车帕克作为GDP中的一员,极其擅长跑位上来。 各种烧篮技巧让人看得目眩省力道,而自己更是拿到了四次总冠军和其中一次FMVP全明星入选更是数不胜数, 实习部首去一指的明星空位,极其擅长利用自己的身体瘦小篮,创造内线上篮空间,发挥稳定并且不年球。 以赛亚托马斯第二轮30顺位作为地表最强175,小托马斯可以说是荔枝的最佳代表人物了。 身高仅仅1.75米,在NBA生存了这么多年,更是在16赛季的凯尔特人发挥并展现了自己最强的得位实力。 可惜受制于自己的身高而导致无人愿意给他大合同,而他自己现在也是沦为角色球员, 而当年的他也是入选过全明星的明星球员,并且只是一个最末位选秀球员。 德拉蒙德·格林第二轮已顺位作为二轮选秀的格林初期,是根本没有上场表现机会的。 而格林也是不折不扣的在场上干三活累活的球员,还是球队的精神领袖,永远是场上最激情满满的那个球员, 能够用自己的那些铁血帮手,带动起全队的态度。 感谢观看